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金融市确诊数再度加零 全国确诊数也持续下降 让7月12号解封的可能性增加 对此金融市长林欧昌表示 针对观光景点开放 及金融庙口复试等 已经做好准备 为了维护消费环境安全 金融市政府持续推动市场摊商 疫苗施打措施 除了四大市场 超过六成摊商已经完成疫苗施打 包括仁爱市场二楼美食区摊商 也已造册将依序施打 而对于7月12号 如果顺利解封后 市场防疫措施是否放宽 牛昌强调 为了防止病毒卷土重来 即使三级警戒降为二级 金融市仍将维持 所有摊商两造一套的做法 我们产发处已经有跟包括卡玛店 还有我们各个工友的一个市场 大家进行商讨 原则上大家都还是愿意遵守 希望两造一套 双造一套的这个政策 能够继续的来维持下去 因为这个市场的防疫的措施 即便是三级降二级 还是不能轻忽 因为这一个病毒很狡猾 这个疫情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 所以个人的防护的装备 防护的相关防疫的动作 还是要做的确实 所以即便是降级 我们在市场防疫上 还是不能放松 所以我们基隆还是会维持 两造一套的一个政策 另外7月12号如果顺利解封后 包括观光景点开放 即使庙口夜市富士 及各区里明会堂如何使用等 牛昌表示基隆市政府方面 也已经做好准备 就等中央宣布相关指引 也包括大家关心了 比如说像一些观光的景点 的一个开放 所以我们也针对包括 基隆雨的登岛的事情 它的一个人数的管理 还有包括交通上面的一个配套 以及包括像我们大五轮沙滩的管制 甚至是包括我们庙口夜市跟艾斯路夜市 富士的问题 人流管制的问题 以及像在民政单位在区里的 里民活动中心 未来怎么样重新开放来使用 这部分市政府各局处都做好的规划 那我们现在就是等中央 这个相关的指引进行公布 那另外是所谓的这个三级警戒 降级的这个事情 中央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宣布 那等中央正式宣布之后 我们会相对应的来做 这个措施的一个公布 牛昌同时公布 68岁到69岁长者在7月12号 及7月13号开放疫苗施打的规划时段 及施打站地点 其中安乐区建德国小礼堂 将改到慈祭进师堂 提醒长者不要跑错地点 安乐区的部分 这个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建德国小的操场 接下来要进行施工 所以我们在原本建德国小这个施打点 我们改到慈祭的进师堂的一号门 这个地方 那地址是乐立三街150号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不少企业才减班休息的措施 因此劳动部特地提出了 劳工充电再出发训练津贴 鼓励企业办理远距线上 劳工在职技能训练课程 企业和劳工双方都可以 借此申请津贴补助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不少企业采取减班休息的措施 因此劳动部特地提出 劳工充电再出发训练津贴 基隆就业中心表示 这项津贴补助 主要在鼓励企业办理远距线上 劳工在职技能训练课程 不但可以协助减班休息 在家的劳工朋友 透过线上课程学习其他技能 包括企业和劳工双方面 都可以借此申请到补助津贴 企业最高可以申请到 350万元的补助 员工上课每个小时 可以获得160元 最多可以上课 144个小时 每个月最高可以领到 23,040元的津贴补助 劳动部为了这一次疫情的影响 因此我们有一个充电在出发的训练计划 在这计划里面我们鼓励企业可以在这段时间 在减班休息的这段时间可以办理一些相关的训练 那这训练除了可以让员工可以增进工作上的技能 同时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津贴 那这些津贴呢 在办训的过程里面 企业最高可以补助到350万 那员工呢 在每个小线上课 远距线上课的过程里面 每个小时可以补助到160块 那最高是144个小时 那这样的话将每个月最高可以领导2300040元 基隆就业中心进一步表示 欢迎有需要的企业都可以拨打0800777888 电话洽询 立刻有专人协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中家集团善尽社会责任 近年来深入社区积极推广媒体试读 尽管碰上了新冠肺炎疫情 但还是邀请专家导演线上开课 除了教导孩子运用手机拍出专业作品外 还分析案例 让孩子聪明分辨真假新闻 您能想象这都是用手机拍的吗 以不同的运镜方式搭配合适的灯光音效 就可以产出令人惊艳的作品 中家启动有限电视 在停课不停学期间 邀请马克导演线上教学 见得国小小朋友们跟着导演学拍摄技巧 开启对自媒体的新视野 现在线上学习已经占据了孩子大半天的时间 所以媒体素养正是孩子所需要的能力 谢谢马克导演为我们班进行的教学 有别于国语数学的课程学习内容 孩子们都觉得马克导演这堂课非常新鲜 非常有趣 因为他们在课堂中学会了拍摄的技巧 然后也亲自拍摄觉得很好玩 更让他们学会了如何分辨假讯息 这堂课真的很值得 小孩子都觉得收获很多 好的想法还要搭配好的拍摄技巧 才能产出吸睛的作品 而只产出作品还不够哦 还要让孩子们拥有思辨 判读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各位小朋友你们在照片里面看到一篇新闻说 英国王子在大众面前禀宗旨 你也会看到一篇新闻上写 那当次呢他的真相是什么 他真相其实是这样 看到了吗 这几年在很多地方教课 这半年了就很多课程转为线上 那我必须说这次上的这篮课 是我上的最开心的一堂 大家人都会比较害羞 这次的这个跟针对小朋友开了线上课 大家反应非常热烈 就我完全感受不到我是在线上上课 因为你在上课的时候 小朋友他们都会七嘴八折的要抢着回答 然后还会问问题啊 然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当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有遇到一些技术性问题 那小朋友还会互相之间 去指定某个小朋友在 他要帮他忙这样 那大家都会互相提供援助 就那个热闹的程度就觉得 你好像在亲自面对小朋友上课一样 那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如何远离假新闻 这个议题原本是感觉是蛮严肃的东西 那我以为 其实我在对成人在上课的时候 有时候都觉得有点艰深 但是这次面对小朋友上课的时候 小朋友反应了异常的热烈 那就是从来中间完全没有人场 那让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导演也以议题为导向 教孩子聪明解读 透过查证分析 孩子们不是被动的知识接收者 而是开始拥有思辨力的独立思考者 再加上手机APP 或是相机 摄影机的操作技巧 学生自己就能拍出一部有内容的作品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三级警戒未解除 为了力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基隆慈云寺捐出了50万元的防疫物资 送给台湾矿工医院 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劳 一箱又一箱的防疫物资 送到台湾矿工医院 里面有面罩 鞋套 防护衣和隔离衣 捐赠单位是基隆慈云寺 主委李林宝玉 亲自出席捐赠仪式 希望提供完善的防疫物资 让医护人员防疫更有保障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的寺庙都不能信徒进去邵巷 我们也是秉持了 观世音菩萨的感应 所以说专给我们矿工医院 这些防护衣 防护学套 防护人造 经典我们的心意 因为他们这个医护人员真的很辛苦 600件的防护衣 600件的鞋套和300个面罩 总价值超过50万 将提供第一线医护人员使用 黄绍明 基隆报导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了 基隆是一座进步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 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年我们以A City 4.0为主题 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8万6千元 希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印象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洽 活动官网 诶 豆苗啊 帮爸爸去买一包宴回来 老爸 你违法了啊 学校有交 任何人都不得提供或协助传递烟品给未满18岁者 即使是老爸 你也不行 知道了 对不起 老板 给我一包鸭 同学 你满18岁了没 证件给我看 我啊 不对 同学 这是别人的身份证吧 你骗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同学 你未满18岁 我不能卖烟给你 我会被划钱耶 卖卵来啊 学长 你长相比较成熟 可以帮我买包烟吗 抽什么烟啊 学弟 我如果帮你买烟再拿给你 是违法的 走 跟我去运动 远离烟品更健康 学长 你人真好 我来说 灵众外出 一定要戴好口罩 请洗手多消毒 量体温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如果你有发烧 上呼吸道 腹泻 或者是秀味觉异常 等等的一个状况 请立即播打 2427 6154 或者是1922 那我們一起對抗疫情 守護基隆 能變化牽手牽眼 來保佑眾生 並濟世督眾 歡迎回到中佳新聞現場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 飯店餐飲業的業績产淡 基隆西北福人社 號召社友合資 購買了2600個飯店便當 分批贈送給環保局 消防局等防疫第一線的人員 希望在解封後 尽早回復正常的生活 基隆西北福人社社長 莊俊仁與基隆市議員 同志委及多位社友同心協力 將熱騰騰的煮菜與配菜 裝進便當裡 為了力挺辛苦的 防疫第一線人員 基隆西北福人社方面 發起募資正愛心便當活動 短短幾個小時 就達到捐贈目標數 自從COVID-19疫情以來 最辛苦的醫護人員 以及我們的消防人員 以及我們的環保隊 全體同仁 日以繼夜的辛苦 為我們國人守護健康 我們的福人3490地區 我們總監張 金華 金 以及基隆西北福人社 第三十屆社長 阿琳 共同號召本社 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 我們就達成任務 竟然募資了2600個 送愛心感恩便當 特別是這些色香味俱全的便當 是基隆知名飯店 為了因應疫情三級警戒 無法內用而推出的超值外帶便當 西北福人社方面 借這次活動感謝防疫人員辛勞 也協助飯店業者 撐過疫情衝擊一舉數得 因為柯達飯店本身 也是我們西北社的社友 柯達飯店在這段時間 其實經營得非常辛苦 我想所有飯店都一樣 所以我們就相挺自己的社友 然後也挺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包含環保局 消防局 衛生局 還有醫院等等的單位 總共西北福人社都會貢獻自己的愛心 也發揮大家一點點微薄的力量 然後希望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你在這裡上班喔 來來來 這2600個愛心便當分批 贈送給環保局 消防局 及各醫療院所等單位 西北福人社方面也期盼 藉此拋磚引玉 鼓勵社會大眾以實際行動 協助防疫工作 早日解封重回正常生活 小八大不愧人一起對抗病毒 記者張啟騰 基隆報導 而新冠肺炎疫情回盪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林佩祥 特地就結合了台北市統領福人社 製贈了1000個N95口罩 給基隆市診所協會 力挺第一線的基層診所醫護人員 新冠肺炎疫情徘徊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林佩祥 特地結合台北市統領福人社 捐贈第一線醫護人員 製贈1000個N95醫用口罩 給基隆市診所協會 力挺第一線的基層診所醫護人員 因為在疫情中 基層診所的醫護人員 不但是高風險人員 也是協助監看疫情動向的 重要吹哨者 我覺得社會上也少不了 我們這些小螺絲 或者是任何一群需要 可以為社會貢獻一份心力的人 所以說能夠幫到基層的醫療人員 我覺得非常與有榮焉 當我們目前已經算是不錯的 醫療狀況再加強一把 今天基隆是零確診 那我們希望像這樣的好狀況 好消息能夠繼續下去 早日能夠在7月12號之後 能夠達到不只是微解封 而是真正的回到正常的生活 對於副議長林沛祥 結合民間的力量 力挺基層診所醫護 基隆診所協會理事長 由衷感謝 也提醒民眾 就算可以微解封 也千萬要注意個人防疫 不要放鬆 就像一個乾的稻草一樣 隨時一個不注意 都可能引發很大的一個 一個災難 那所以在微解封之後 還是希望大家都非常的小心 那保持一個距離 之間的距離 然後口罩一定戴好 然後各種的方式 像勤洗手 這種最基本的東西 都是一定要再做到的 千萬不要鬆懈 副議長林沛祥 呼籲各界一起力挺 基層診所的醫護人員 構築完整的防疫陣線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全國三期警戒 醫護人員全力對抗疫情 基隆就有韓式料理 以及飲料業者紛紛送暖 送便當以及飲料到 布立基隆醫院 用行動力挺醫護人員 熱騰騰的便當出爐 馬上送到布立基隆醫院 要送給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結合了一群就是年輕人 他們所開設的 韓式料理的這個便當店 然後他之前看到我們就是 挺醫護送愛心 然後他們說他們要響應 所以說他們就今天捐了 100個韓式便當 來送給我們布基的 辛苦的醫護人員 基隆一家韓式料理店業者 捐贈100個便當給醫護人員 由市議員何淑萍及鎮港大樓主委 曹承鄉代表捐贈 另外也要謝謝 Fu Kitchen的韓式料理 然後這次贈送100個便當 還有100點飲料 那就是想在這邊 幫醫護人員加油打打氣 有韓式料理店捐贈愛心便當 也有飲料店業者加入響應 基隆仁二路一間飲料店 有鑑魚老闆就住在醫院對面 疫情期間 對於醫護人員的辛勞表達感謝 家裡住對面 然後就正對面而已 就常常看到有在篩檢 看醫護人員很辛苦 所以就想說送飲料來 請醫護人員喝 繼續他們的辛苦 真的很感謝鹽果市 然後今天特別送我們 在這麼炎熱 今天是聽說最高溫 讓那個醫護心更暖 非常開心 那感謝了我們這個鹽果市 基隆廟口店的大力的協助 在炎炎夏日當中 讓我們的醫護人員 大家可以慶良一下 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全國三級警戒期間 醫護齊心對抗疫情 民間發揮愛心送上便當和飲料 讓醫護人員暖在心裡 記者黃燒民基隆報導 基隆市議員張耿輝 特地媒合永興公司 製贈了100個便當 給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包括了轄下所有分住所的遠景 感謝他們在第一線 執勤兼顧防疫工作的辛勞 新冠肺炎疫情徘徊 已經變成一場長期的抗疫戰爭 機動市議員張耿輝 特地媒合永興公司的蔡董事長 製贈100個好吃的便當 給警察局第三分局 包括轄下所有分住所的遠景 感謝他們在第一線執勤 兼顧防疫工作的辛苦 這次的企業蔡董事長 尤其知道我們在疫情期間 尤其張文基所羅匠的 各派出所還是張文基的同僚 這次很辛苦 尤其在這個暫停警戒當中 除了本身的勤務之外 還要負責我們一些疫情的追蹤 特別感謝他們的辛苦之外 還要感謝我們蔡董事長 這麼做心 大家一起為了防疫工作 來目前固定 特別表達感謝之一 收到便當的緊贊分局 分局長也非常感謝張耿輝 和永興公司蔡董事長的愛心 在這個疫情情節 我們朋友都很幸福 感謝我們上次的好朋友蔡董事長 今天終於帶來這個 能記者便當 給我們同僚來記 在這邊帶團團面去 謝謝張議員還有蔡董事長 對我們上次的支持加油跟鼓勵 但是感謝謝謝 市議員張耿輝表示 在疫情下 對於原本就忙碌的警察來說 執勤時壓力就更大 因此送上好吃的便當 為他們加油打氣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疫情三級警戒期間 民眾宅在家都快悶壞了 台北市觀光傳播局 推出了向山看台北4K即時影像 讓民眾隨時都可以俯瞰台北市的美景 提供無時差 無國界的觀光影像服務 希望疫情過後 吸引更多的遊客來台北旅遊 從向山俯瞰台北市 將藍天白雲暖黃夕陽到百萬夜景 透過4K高畫直攝影機 盡收眼底 觀光傳播局推出向山看台北4K即時影像 民眾不用出門 就可以觀賞到令人秉惜的療癒美景 這個攝影機是在三級警戒之前 最有這個想法要做的 那希望說在 這個讓不管是台灣的民眾 或者是國際的觀光客 都可以透過這個鏡頭 來了解到來看我們台北市的一個美景 那這部分因為在最近今年中午的時候 一個三級疫情到爆發的期間 那我們就加速來趕工 那因為避免說讓民眾來到爬山 可能會有群聚的問題 所以在整個施設上面 我們也是提前來監視 那也是說搭配疫情的情況 來做一個動態的調整 除了可以24小時觀看 4K高解析的向山即時影像 電腦版更提供影片回放功能 能夠隨時瀏覽8-12小時前的回播畫面 搭配優美音樂 動人美景令人陶醉 我們上面架設的這個攝影機 不是單純的像大家知道的 那種CCTV的入口監視器 我們的設備是一個星光級的 高畫質的高倍速的攝影機 所以在架設上去的時候 它本身設備就有資源 可以run in run out 就做伸縮跟移動的這個功能 拍攝的時候它都可以針對 看我們要拍哪一部分 去設定每一個不同的局部 然後跟一個大景來做輪流的播放 觀傳局表示 未來還規劃在大稻城 新衣商圈等其他地方架設攝影機 讓民眾欣賞更多台北市的美景 希望在疫情過後 吸引更多旅客來台北遊玩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佳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青森電台96.9 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請回到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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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